OK,好,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BMI的練習 那請各位自行到那個網路上去搜尋一下 什麼叫BMI,那我第一個找,你找BMI,第一個就會有個BMI的計算器 這個好像是亞東醫院所上傳的 那它的公式就是什麼,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計的是公尺喔,所以呢如果你假設是輸入是 公分的話,你還必須再除以100 OK,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有點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你是身高是180好了,那你的體重如果是80 那按開始計算,有沒有24.6 超過24的,那就這裡,過重 OK,有沒有,如果說要減到多少才是正常 那你就是75公斤呢,23.1,那差不多 所以你可以設一個目標,假如你是這樣 那其他的話,OK,所以喔,會有幾種標準 1,2,3,4,5,6種標準 OK,所以呢我需要把這個邏輯判斷給寫出來 那在寫這個程式之前,我們先把畫面先畫出來 那畫面的部分的話,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已經做出來的結果 身高,比如說我這邊,假設175好了 那體重的話呢,假設是80 計算BMI,有沒有看到 BMI數值顯示出來 然後呢,頻率顯示出來 再來的話給一張圖 這張圖,因為網路上截圖感覺不太OK 你們不要用我的好了,你們自己去找好了 也是過重的話呢,顯示一張 讓人家一看就知道,喔,這是過重的圖 那另外的話,當然可以修改 修改的話,可能就是 改成65的話,會不會是健美 正常範圍,比較瘦 那如果是50公斤的話 假如175,體重50的話 好,那就這樣子,OK 過輕的 那如果是吃到90公斤的話 會怎麼樣 輕度肥胖 OK,那如果100公斤的話呢 重度肥胖 那再來如果是120公斤呢 那應該就變成一隻豬了吧 已經重度肥胖 重度肥胖再上去還有嗎 看一下,沒有了 就大於35了,OK 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這裡如果才 如果假設你用動物顯示的話 那這邊就放一隻豬就可以了 哇 哈哈 我 哎,這樣有點太 沒有,只是敘述 這樣不行 這樣好像有點太侮辱 就這樣上傳到有路了 好,那卡掉好了 OK 好啦,那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大概敘述一下 因為前面我們有講過啦 所以我一些細節就不細講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裡面大概有哪一些地方是比較重要的 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部分 畫面我是這樣 反正就放一個身高 這邊就輸入 這個叫文字輸入合一 就是輸入身高 這個就是文字輸入合一 就是輸入體重 然後再來就一個按鈕 那底下的話應該要顯示什麼 顯示它的最後的頻率 這個地方我是這樣 頻率部分就是 這個是 嗯 計算嘛 那計算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是一個BMI多少 顯示出來 OK 然後把頻率也寫在底下 OK 特別注意喔 後面是要換行的 所以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那底下這邊有個圖像 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大概敘述 編排大概是這樣 不過你們其實假如說 不太喜歡這樣的編排 沒關係,你可以變一下 甚至這個按鈕啦 我覺得這個按鈕 其實可以再讓它大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按鈕好像太小了 其實可以怎麼 把它稍微放大一點點 沒有關係 那文字輸入盒大一點 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它整個放到最大都沒關係 那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計算出來的結果 那其實畫面只有一個啦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關程式部分 所以程式是這裡最難的喔 你們看到程式 應該會覺得非常的 有點複雜 不過這個部分呢 我雲端上面其實也有放了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 那首先的話呢 這邊我放了 總共有 第一個是三個變數 哪三個變數 一個H的話 就是它的身高 W就是它的體重 BMI就是它最後的計算結果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前面兩個就是說 輸入盒1 就是輸入身高 輸入盒2 就是輸入體重 然後再來 BMI就是什麼 體重 體重 就是W 除以身高的平方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是有這個 這個符號是幾次方 記得這邊要除以100 為什麼要除以100 因為它的公式是用公尺 那再來的話 最後要把最後的BMI顯示出來 所以BMI冒號 那底下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有一個反斜線N 那這個反斜線N 什麼意思 主要原因是換行 因為如果我將來希望 這個顯示的結果 有沒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 BMI到這裡喔 後面有個中路肥胖 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反斜線N 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會把這個 這個中路肥胖 接在這個後面 所以記得喔 這邊是有加了一個 反斜線N 那底下的部分呢 就是做邏輯判斷 反線的邏輯判斷 我剛剛講過 總共的話呢 就是 會有幾種等級呢 總共的話就是 有這個一二三四五六個等級 那所以呢 我們需要做一個什麼 做的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我們如果 假如說呢 過輕的部分 還有呢 標準身材部分 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過重 輕度肥胖 中度跟重度肥胖 總共六個標準 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很多地方是重複的啦 所以呢 把BMI的結果 拿來這邊做判斷 那 這個地方是什麼 輸出文字 這個地方一樣是 輸出圖形 所以其實你做完之後 你可以把這三個 複製到底下 把這個標準改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 不過 這邊可能會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 這邊有多一個 叫做合併文字的喔 那什麼叫合併文字 我要把前面的東西 跟後面的 前面的字 跟後面的字 串在一起的話 那你可以用所謂的 合併文字 你們找一下喔 就可以把 這裡面的字 跟後面的資料呢 做一個 串接的動作 OK 把它串在一起 做輸出 那所以呢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BMI給做出來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至於那個細節部分 也許 你們先試著做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 我們再來討論好了 OK